大家好,我是一本正经的暴局 妹子在荒郊野外,被一帮人猎杀 结局却反转,让人意外 猎物也变成了猎人 一不让人猜不到结尾的恐怖片 游戏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吐着蛇性子的大蛇 刚刚吃完早餐 开始了一整天的寻找配偶活动 什么鬼都没了丛林里 突然从六个奔跑的妹子 只见她的手脚都用铁链铐扣着 估计是在排框解球上的跑女 打算对阵隔壁篮台的无聊跑呢 嘿,你还别说,妹子双手被反绑 脚上带着铁铐 一看就是从电视里面逃出来的 颇有几分恐怖片开场的那位 真人秀追求的就是真实感 即使是一个秀 也要让观众感觉秀得真实 黑面写着短短的几十秒 已经抓住了观众的心 好像自己就是片中的妹子一样 担心随时都会遭遇什么意外 有望不定的拍摄镜头 更添加了一种 慌乱和恐惧不安的情绪 一般这种野外逃亡的场面 先要保证手脚足够的灵活自由 妹子躲在草丛里 尝试用铁棒搞快手上的杂带 释出了编密一百的力气 也没能搞断 三个编演类人的家伙 也终于出现在镜头前 从他们各自的尊重来看 应该是深山老林 原住民之类的 类似致命玩到的那一种 专门猎步 千来三里游玩的背宝客 三人全方位多角度收取 是要将妹子搂回去 再次好好享用一番 自主爬到头发上 妹子也是气头不敢喘一下 恐惧之中还带有一时单独 其中一个家伙 猫子发现了妹子 戳出腰上的皮带 吹口烧掉了其他同伙 一路不停的追着妹子 像是恶朗内部小羔羊一样 身心变得一场骚动不安 终于来到一处湖边 妹子表紧半了一下 跌倒在岸边 三个家伙也从不同方位 围了过来 其中一个家伙摘了一朵小花 猫子对妹子十分感兴趣 想和他增加一下 国家人口的数量 当场撕开嘴上的脚步 随着妹子竟然满口疗牙 挣脱手上的捆绑 直接压倒性的扑了过去 其他两个家伙也没想到 反正会来得这么快 抄起斧头扔了过去 可惜扔歪了 正在想用美味的肉层 被人这样打扰 妹子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流进水里 像湖里游去 两个家伙顾上岸边的同伙 在水里四处寻找 一个在冰处 一个在暗处 注定是要成为美味肉层的 妹子溜出水面 在一个家伙背后 狠狠的来了一下 目棍瞬间吃穿对方的肉身 也就是所谓的刺身 而妹子吃的肉材 也真的是刺身 脏口就来的 不会像什么三文鱼一样 一次携带病毒 当然 刺身也要切块 才比较好下口 于是电锯就成了 妹子最好的料理工具 旁边的家伙一看 还是把住小命要紧 留到了湖里的木筏上 妹子也跟着溜了过去 拉着那具肉身 一直在船边兜圈 让她体验一下 更加深层次的恐惧 再寻找机会 拉她下水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曾获得 国际恐怖电影节 最佳短片 最佳造型 以及最佳剧情讲 结尾的反转 也确实是让人臭不及防 如果拍成长篇电影的话 应该会挺有看透